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特工喜剧《非常小特务》。 姐姐Carmen和弟弟朱尼从小到大都听妈妈说特工故事, 向往特工生活的姐姐Carmen对此不亦乐乎, 但生性怯懦的弟弟朱尼却只喜欢天线宝宝, 他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天线宝宝的节目主持人菲利普, 只是让姐弟俩没想到的是,自己的爸妈是真的特务, 妈妈跟他们说的那些故事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 夫妻俩原本是敌对的特务,却因为彼此陷入爱河而退隐了, 现在一家公司当顾问,但多年来的特务习惯仍旧保留着, 家里的梳妆台、工作桌等全是高科技, 就连姐弟俩要出门上学都必须闯过他们设下的重重关卡, 原本平静的生活却突然被一个消息打破, 爸爸以前的特务同事全部突然失踪了, 于是爸爸准备重出江湖, 已经相夫教子十多年的妈妈求爸爸带他一起行动, 于是两人蠢蠢欲动地踏上了间谍之旅, 将两个小家伙交给了一个特务大叔, 可是没想到刚出门不久, 俩人就被敌方俯获。 这时家里的报警器发出响声, 特务大叔只好带着两个小孩赶去安全屋, 但特务大叔很快就被赶到的歹徒制服, 姐弟俩则凭借安全屋内的高科技装置, 成功做上了一艘潜艇逃向安全屋。 安全屋表面上看上去像公共厕所, 实际上奇妙无比, 屋内全是高科技, 橱柜第一次打开还是空的, 第二次打开就塞满了食物, 里面还备用着各种国家的钱币。 最神奇的是一种蓬化饼干, 只要将它放入微波炉就可以变成汉堡, 简直就是奇妙乐园。 姐弟俩正研究着战略时敲门声响起, 一个自称是他们妈妈同事的女人走进屋内, 告诉了姐弟俩他们的父母, 是被天线宝宝的主持人菲利普抓走的。 弟弟朱尼十分震惊,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偶像是这种人。 女特工又说菲利普在做实验, 那些失踪的特工都被抓去做成了天线宝宝。 菲利普还在制作真人产品, 但因为缺失第三大脑, 所以他没能成功。 姐姐喀门信以为真, 将第三大脑还活着的消息告诉给了女特工。 女特工又询问他第三大脑在哪里, 这引起了喀门的怀疑。 而此时,弟弟也注意到他们的潜艇被人破坏, 但第三大脑已经被拿走。 姐姐穿着飞行器抢回了大脑, 弟弟的飞行器却误打误撞, 飞向女特工。 女特工的头发也因此被烧掉, 之后变成了这个时尚的发型。 姐姐抢回大脑后又接走了弟弟, 但对方拍的大母哥始终跟在屁股后面。 姐弟俩利用衣架躲过一劫, 刚逃过这一劫, 姐弟俩又遇到了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小孩。 原来,两人身上被装了跟踪器, 机器小孩很快抢走了大脑。 无助的姐弟俩根据爸妈的婚纱照, 找到了他们的杀手大伯。 然而,大伯并不想帮忙救人只想挣钱, 他说不想一辈子照顾弟弟。 姐弟俩缠着大伯说亲情比金钱更重要, 趁着大伯睡着开走了他的特务机。 他们去到了父母的关押地, 路上卡门用持久泡泡糖对付了好几波大母哥。 弟弟无意间进入了虚拟空间, 发现菲利普被关在里面。 原来,菲利普并不在乎真人实验, 他只想做好天线宝宝主持人, 却被自己的助理明顿给利用了。 原来,明顿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军队。 于是,他们准备联手对付明顿, 几个人先去救出了特工父母, 刚准备离开,爸妈却再次被捉住。 他们返回时, 也再次遇到和他们长一样的机器小孩。 但配备齐全的姐弟俩不再是对方的手下败将, 用快杆胶将两个机器人困住。 这边爸妈被手和脑袋都便意地明顿等人抓住, 但很快就挣脱了束缚。 没想到的是, 大伯也冲了进来解救他们。 可是此时, 明顿将所有机器小孩全部放了出来。 就在五个人抱作一团的时候, 机器军队却全部冲向了身后的反派们。 原来, 是菲利普在背后操作了机器人的运动命令, 反派们全部被机器人抛上高空。 而矛盾持续了多年的爸爸和大伯也抱头痛哭, 一家人又和和美美地在一起。 这部电影大概就是要告诉我们, 无论家人之间理念如何不同, 但只要在关键时刻, 总会站在一起和互相救赎吧。 好了,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, 咱们下期再见。